色彩设计 色彩在特效表演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视觉风格 以及创造世界观氛围 给予玩家游玩时最直接的视觉感受 以及游戏性的隐性引导 因为我们从双眼认识世界 而眼睛是透过接收来自光的色彩资讯 而看见世界的样貌 因此我们想在游戏的虚拟世界中 建立美好且有说服力的视觉体验 也就必须妥善处理色彩 而特效总是在整体的游戏里面中 是属于最抢眼的存在 或许有着最鲜艳的色彩 或者是最强烈的亮度 那在游戏中 它具有很重要的视觉提醒 所以特效的色彩设计 显得格外重要 它不仅能帮助 这个特效的特征 或者是特性得到正确的诠释 也能带给玩家 整个视觉上 很好的一个感官体验 当然 整个色彩搭配场景 以及环境灯光的 共同营造出的世界观氛围 也都可以帮助玩家 更加的融入这个游戏当中 使游玩的过程 能够更加流畅 那更能享受游戏的乐趣 所以在特效的视觉设计上 色彩设计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游戏引擎中 采用的是基于色光的色盘 也就是RGB 以及A 透明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Unity 以及Unreal的主要调色系统中 也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RGB色盘 那所有的颜色 都在这个色盘当中来实现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进行特效的色彩设计 也都会从这里去运用 接下来我先简单的介绍 色彩如何形成 那色彩的最基础 就是由RGB 红绿蓝三个颜色 来构成 那由这三个颜色开始进行延伸 也就是将这三个颜色相互叠加 就会得到二次色的结果 再利用二次色与三元色之间 再互相叠加 就会再得到三次色的结果 也就是看到黄色去加这个 三元色绿色得到中间的这个 颜色 那这些颜色的总和 就是我们基础最常见的 12色色盘的结果 那这里呢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整 可以快速的看到调整明度得到更亮的 以及更暗两端的一个色彩变化 方便我们接下来的解说 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色盘由红色开始出发 绕一圈形成360度的一个解锁回来 那这个每个度数上都可以用来标记 色彩的位置 那另外呢 还有HSL的这样色彩的调整模式 那它的概念呢 是由色相 饱和度 以及明度来构成 那第一项呢 其实就是把色盘的 环状的结果 把它变成一个 长条形的结果 由零度到360度来呈现色彩 那饱和度的部分 则是由百分比的方式来呈现 百分之零也就是完全去饱和 所以是完全灰阶的结果 百分之百 也就是最大饱和度的结果 也就是色彩最鲜艳的时候 那明度的部分 也是采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呈现 百分之零的时候 就是完全没有明度 也就是全黑的状态 百分之百 也就是最亮的状态 也就呈现白色的结果 而这些就是色彩基础构成的 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要介绍 一般最常见的配色方法 分别是单一色 相似色 互补色 以及分割互补色 那在单一色的部分 其实很好理解 也就是选定一个色相之后 只调整该色相的饱和度 以及明度 使整体的色彩呢 都固定在相似的颜色结果下 所以我们看到火焰 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看见 它由基本上都是聚晃色的结果 由最亮的一直到较暗的 一个变化 而相似色则是会在两个色相之间 相邻的颜色之间来做转换 那像是自然界中许多水果啊 或者是花朵啊 都会有这样子漂亮的色彩建成 而这相似色的颜色 我们从这香蕉的案例中就可以看到 很柔顺的由黄色的结果 建成到过渡到绿色的效果 而这就是一个相似色的一个搭配 再来是互补色 互补色通常可以呈现非常强烈的对比 因为它们正好位于色环的相对立的两端 所以形成了视觉的色彩对比 是最为强烈的 那在自然界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案例 来构成很好的视觉吸引力 那像这只鱼的案例 就可以看到身上有蓝色的色彩 去搭配黄色的色彩 而这样的视觉效果就非常的强烈 另外是分割互补色 直接的互补色是非常的强烈对比 但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如此强烈 可以让互补色的对立色 向左右偏移一个颜色或两个颜色 这个叫做分割互补色 在实际的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漂亮的案例 来自于大自然中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花卉的正中心是有最显眼的黄色作为主体 向外延伸到一个蓝色的结果 以及最后是紫色的一个色彩的搭配 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分割互补色的呈现 而这样的呈现呢 不仅使得色彩能够相互对比 来衬托主体最强眼颜色的视觉 也能让色彩的变化得到更多的 更为柔和的转换 而不会形成过度强烈的色彩冲突 那这里也是一个蛮常使用的一个配色方式 接下来我想要用更具体数据化的方式 来向大家介绍 刚刚所提到的四种常见配色方法 首先是单一色 单一色我们基于12色基础色盘 来将整个色盘来进行分割 每一个色块也就会分到30度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在定义好我们的主色的时候 例如零度红色的主色 我们在正负15度之间 也都同属于这个相同的色块 也就属于所谓的单一色 然而我们看一下最右边这个色盘 它具有更多的细节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每增加或减少一度 事实上我们的色彩已经开始产生变化 只是这个变化或许非常的细微 不容易被大家容易察觉 所以我们在这个定义上 在正负15度的定义里 都我们就会把它视为单一色相 然而我们在进行色彩设计的时候 可以不用只是锁定单一度数的色相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色相 去进行些微的 正负15度的色彩偏移 一样可以满足单一主色的设计概念 但是又可以带有一点点很细微的色彩变化 而这样细腻的色彩安排 可以带给玩家在视觉上 更加精致或细腻的表现 或许玩家不会发现那里有一点颜色的上的不同 但是比起完全全单一度数的色彩的应用上来讲 一旦有了对比之后 也就可以感受出之间的差异 而这无形中带给玩家的视觉感受 其实是会增加玩家视觉上的吸引力的 接下来要看叫相似色 相似色指的是在你选定的主色的正负60度之间 都是属于你选定的主色的相似色范围 那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基于三元色 因为三元色是最基础互不相干的三个主色 那将色盘分割为三等份之后 每一等份也就得到120度的空间 那基于这个概念去运用 不管我的主色指向哪里 在120度的范围里 它就属于相似色的范围 那我们主色定好正负60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色彩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但是又不会达到像对比色这样如此强烈的不同 那我们在最右边这个色盘也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我定位在零度红色的话 由正方向我可以过渡到黄色 一旦到绿色两者对比就显得有点过于强烈了 就已经不太属于相似色的范围 那往下呢 红色一直过渡到紫色 也是得到一个非常柔和的相似色的一个建成变化 但是一旦在过去接近到蓝色呢 又形成了一个较为强烈的色彩对比了 而这个运用呢 不管是定义在哪个色彩角度 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相似的概念 例如我将色彩定义在150度的这个位置 选定在这里 那我们正负60度的范围呢 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 那这一个范围里呢 也就可以去构成我们的相似色的设计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边过渡到绿色 或者是有这里向下过渡到 有点接近蓝色的结果 也都不会偏离主色太远 但是又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良好的色彩变化 而这样相似色的配色运用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接下来要谈的是互补色 互补色也就是正对面的这个颜色 也就是180度过去所在的这个位置的颜色 所以这里呢 我选择水蓝色作为我的主色 它的互补色也就是零度的红色 而这样子的搭配效果呢 也就是色彩对比最强烈的一个配色结果 然而有时候我们不希望对比如此的强烈 但是又可以有对比色互相衬托的效果 所以呢 这里我们看到中间这张图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互补色 把它导入相似色的概念 因为既然是相似色 代表这些相似的颜色 也都可以作为水蓝色这个颜色的主要的对比色了 所以我们有了这120度正负60度 也就是120度的范围的颜色可以做挑选 然而刚刚讲的正对的颜色零度是最强烈的 所以一旦远离零度的位置呢 不管是往这个方向或往这个方向 一旦远离了 它的对比的强度也就会减弱 那换句话说 对比的色彩也就会显得较为柔和 而不会像是直接的互补色如此的冲突或凸显强烈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再挑到第三章 分割互补色的运用 其实分割互补色的运用就是希望 可以拥有互补色的色彩对比 但是又可以有较为柔和 但是色彩较为丰富的配色结果 所以呢分割互补色的概念 就是把刚刚所讲到的互补色的相似色范围 进行三等份的分割 去除掉正对 主要正对我们的主色调的互补色的区块 将它移除 选用了这个上下这两个区块 分别是橘色以及这个桃红色为主的色彩 色彩区块来作为它互补色的选择 而利用这样的概念呢 分割互补色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设计出非常丰富的色彩变化 但是又不失我们色彩主题的呈现 或者是说我们色彩的过度上 也不会形成太过突兀的视觉效果 那以上呢 就是常见的四种配色方式 但是呢 你可以透过数学数据的方式 直接去找出你可以选择的颜色 到底有哪些 那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你不是一个擅长凭着美术直觉 来配色的美术 你也可以利用这样比较科学数据的方式 来协助你去挑选出正确 而有效率的颜色来进行搭配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来实际了解配色是如何运用的 那在这组投射物的特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利用相似色 互补色的概念 然后透过饱和度与明度的变化 来进行色彩的消散 我们将画面停止下来 可以看到 第一组的色彩设计是由红色 建成到深紫色 那我们在色盘上 可以找出相对应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由红色的位置一路向下沉 位移到比较深色的位置 然后深桃红到深紫色 最后结束淡出 那这样子的色彩偏移呢 正好从零度一路偏移到270度 那也就是偏移了将近90度的范围 也在这120度相似色的范围区间里面 所以利用这样的相似色的基础颜色的设计呢 然后就是完成了这第一组的色彩变化 再来看第二组 我们看到它的漸层是由黄色走向橘红色 最后走到深紫色 那就是下面这个漸层的结果 那我们在色彩上找出对应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到由黄色走向橘色 红色一直到深紫色的位置 那黄色到深紫色的这样子颜色的位置呢 所呈现的正式互补色的范围 虽然不是正对面的深蓝色的效果 但是呢正符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分割互补色的概念 正好是向左右偏移的范围 那这个位置呢 正好就是也属于互补色的一个范围里面 所以这一个中间这个配色的方式 采用的就是互补色的概念 来形成一个很好的色彩对比 那整个视觉呢 也就更加集中在攻击的前端 那后面呢 也就比较低视觉注目度的色彩 来运用 所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色彩对比 那在第三个案例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颜色从很高彩度的水蓝色 一路到蓝色紫色 到甚至有点 陶红色 深陶红 酒红色的颜色 那它建成呢 我们在色盘上就可以看到 从180度的水蓝色 一路到深紫色的位置 在这样子的色彩分布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偏移值呢 有180度偏移到270度 在90度 也在120度的相似色范围里 所以这个色彩的配色方法呢 采用的正式相似色的方式 而相似色 上面这一组跟下面这组相似色的案例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都利用了高彩度 高色彩吸引力的颜色 来作为攻击前端 我们这红色 红色之于紫色呢 红色更加的使人注目 水蓝色之于紫色呢 水蓝色也更加引人目光的注意 所以呢 都将这颜色作为 所谓高彩度 高视觉吸引的色彩运用 把它安排在攻击的前端 然后在末端消散的部分呢 就采用比较低视觉吸引 比较隐晦的颜色 比较暗的颜色 低注目性的颜色 来放在这末端消散的部分 所以就由高吸引力的色彩 一路走向低吸引力 最后消散消失 那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案例来说明 如何利用相似色 互补色来进行色彩设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分割互补色的典型案例 它是一个投射物的效果 那在前端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它采用了黄色 来作为主要的颜色 接着呢 是蓝色 以及末端消散的紫色 在色盘上我们可以快速的发现到 黄色所对应的蓝色 以及紫色正好是处于分割互补色的位置 它并没有直接采用 最纯粹的深蓝色 来作为 配色的选择 而是使用了色彩 向左右偏移 的 分割互补色 来作为配色的选择 如此一来 可以使效果呢 显得稍微柔和 而没有像 直接的互补色运用那样子的强烈冲突 那这样的柔和的效果可以使整个视觉 风格 显得更加的融合 那这个物件呢 因为有的这样子 互补色概念的对比 来使我们的目光呢 可以很确实的持续被 前端的色彩给吸引 所以在游戏中 这个投射物 哪怕是在快速移动 我们也都可以很容易的察觉到 它的存在 以及它移动的过程 因为呢 我们的目光就会被这个样子的色彩设计 给吸引 那在末端呢 采用了比较低吸引度的紫色来作为末端的色彩运用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因为呢整个投射物的 投射呢 我们需要去营造一个脱尾的效果 以及一个余韵的流存 来描述这个能量 的 的强大或者是说 它的视觉上的一个延续性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比较余韵的 圆角余光的效果 所以我们不希望采用太过强烈的色彩 因为它已经处于要消散的阶段了 所以呢采用了比较低吸引度的紫色 分配在这个位置 那是非常下当的 所以 这一组分割互补射运用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觉效果 那帮助在玩家 在游玩的时候 也可以有很好的视觉体验 可以马上的 去察觉到它 那也因为它柔和的色彩的 安排呢 可以不会 不会带给玩家 很冲突或者是不舒服的视觉感受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割互补射的运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单一色的 配色案例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五组主题色 所呈现出来的五种效果 那分别是蓝色 金黄色橘黄色 橘黄色绿色以及蓝色 那这里我已经把它们的色彩变化 给 的漸层呢放到这边来 我们可以快速的看到 那例如第一组呢 它最亮的中心 是属于 一点橘黄色的效果 然后最后走向红色 最后走向暗红色 那属于比较 暗面或是比较消散 阶段的颜色 那高能量的部分呢就使用比较高视觉吸引力 或是比较亮 彩度比较高 明度比较高的色彩来作为中心 形成这样子的一个视觉对比 那在色相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有较高的 橘黄色是由这里开始移动 到暗红色的位置 那我们大概可以估算的出来 它色相偏移的角度 其实 也在大约在30度之内 那也符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单一色 的一个 涵盖的角度范围 在正负15度也是总共30度之间 但是利用这样子的 些微的色彩变化 可以帮助我们 使这整个 效果呢 不会变成单调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 而是 很死板的 只采用了 单一红色的主题 就为了希望这个视觉效果是 完完全全是符合红色 的设计的概念 那就会使得整个 效果呢 变成一个很单一的红色 而没有一个强弱的对比 也没有一个视觉的焦点 那这样子的视觉表现呢 就会比较 无法吸引人 那 透过一些 色彩的 色相的偏移呢 我们刚提到 哪怕是单一色 我们可以正负15度的范围内的去做些微的偏移 那我们就可以去营造出一点点的不同 那像黄色的案例呢 就没有做太多的偏移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完全就是在 这个色相上 以及这个橘色 以及这个蓝色 绿色也是 完全是在这个 较小的色相角度上 就几乎是很精准的 在这单一色上 但是呢 透过利用彩度以及明度的变化 比较亮 比较亮彩度比较低 然后一直到彩度很高 然后比较暗 的部分 还形成色彩的对比 来帮助主题 去描述 它能量的中心是在哪里 由这几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能量中心都是在中间 然后向外消散 那绿色的案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能量是在外围 然后向内部消散 那 透过这样子的色 色彩运用了 色相的些微偏移 以及彩度明度 的变化 也就能够帮助我们整个 色彩更加的丰富 哪怕是像这一组需求 我们要求是每一个 效果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色 也不会因为 只使用单一色 而使效果显得单调 那我们就会有这些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的色彩 更加丰富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 在单一色的 配色 的方法当中 我们可以做到 正负15度的些微 色相偏移 来营造一点 色彩之间的对比 然后另外也可以透过 明度 饱和度与明度 的不同 来营造 色彩强度 强弱之间的对比 来帮助主题 效果的描述 来更加的丰富 视觉更加丰富 而精准 那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 单一色彩的 单一色的配色案例 诶